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一点 要把要从传统的一个乐观的这个主义角度来说 每一次有技术的更新的时候 人们就会接受会有新的这个工作产生 人们呢要学会做这个新的工作 然后呢就会有更多的繁荣 所以今天的这个劳动力的话 比在18世纪19世纪的那些个劳动力会更加高级很多了 在工业化的那个时候的劳动力也要高级很多 那么下一个阶段 有机器人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技能 他们的这种自动化 呃所期待的不仅仅是体力的劳动力 而且是脑力的这种自动化 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智能 他们比如说你可以用X光来进行阅读 你能不能够训练 比如说这个现在的那些个X光专家的话 变为这个设计X光机器的这个设计人呢 也许有些人可以有人不行 那我相信呢我们的教育可能会做得更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至少证明说 我们是在大潮的最前端 那么在同时的话 在任何的社会之中 尽管有这些新兴的这个工作 还有一些个老的传统的工作 你是没有办法去变革 你还是需要去做的 那做过新教育的这些年轻人 他不愿意做 你怎么样去应对呢 那么韩国人呢 他们有80%人大学毕业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 在他们毕业的时候 找到这80%的工作 这种悉心的工作 所以呢而不是说 他没有这种工作 这个机遇 或者说他们的教育不够 或者说他们感觉到 没有机会在那里 而是说他们的期待值 没有得到这个满足 我们将会教育我们的人民 那我们也希望有 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才 达到这种等级 但是我们怎么样创造 这种高层的工作 那么这个也是 对于我们经济的结构来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看到我们的脚印 并不仅仅是在西加坡 而是西加坡和其他的地方 我们在世界其他的地方 可以建立我们的公司 在那运营 我们可以有网络 更大的一个网络 建立在世界各地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平衡的 并不仅仅是在西加坡取得的 而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地区 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平衡 所以呢 我们要 面对这样的一些个挑战 可能比面对这个新兴的机器人 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这个使用来说 在未来50年更具有挑战 那么一次我去古巴的时候 当时呢 是一个学习拜访 那是在70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官员来跟我们讲话 然后解释他们怎么样创造 在古巴创造工作 让人们去从事工作 他说有一天呢 人们有人呢 发明了一个机器 去除了这些工作的需要 然后他们把这个工作扔到海底 那么他其实有一点开玩笑了 但是这这种方式 也就是导致了现在他们的国家落后的原因 那么现在的古巴在找寻找的机器 然后去现代化他们的这个经济 经济化发展 我相信呢 技术会改变 未来呢 会充满了挑战 但是呢 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机会 我们对这点要保持开放的一个心态 感谢观看